台語專輯的這樣一個大講 那做台語歌呢其實是我從小一直非常喜歡 然後也對台語的這樣的一個語言呢 是自己的語言 然後在這個製作過程當中 我覺得我希望我的音樂可以帶給更多 不管是聽台語歌或聽國語歌的朋友 有更多的畫面跟感動 這是我在做專輯的一個 最大想要傳達的一個目的 那會更多年輕人會喜歡我們的台語歌 那這一次呢當然在這個製作過程當中 有好多好朋友在就是背後一直支持我 那包括我的製作團隊 我的編曲 我的紫潔 我的宇勳 我的很多好多的編曲老師阿瑤 還有呢很多作詞人 胡如虹 胡熊 還有施力 還有就是何啟宏 還有豬安華 還有等等 好多好朋友對我的製作呢 有很多的這樣的幫忙 所以我想在這樣的音樂裡面呢 會有很多的這個音樂 當然也要謝謝我的這個經驗公司 像是某哥 中緯 莉莉 還有 King 還有文彥等等 當然呢其實就是 其實要很多很多朋友來 然後很多朋友的支持 最重要的是我的要支持 我要謝謝我的唱片公司黃大唱片 也謝謝三哥 給我不斷的在音樂上面有更多的突破 更多的想法 那所以呢我覺得有這樣的一個唱片公司 我可以做更多好的感動的音樂 那其實真的要謝謝的人很多 所以我跟大家說 所有的人八月份三號四號二十五號 來聽我的出道十年演唱會 我就一個一個向你們這個當面說聲謝謝 好啦謝謝 再次恭喜家旺崎 因為要表演的關係 所以我們先把你送到後台好不好 好 謝謝 單拍一個 好 自己給自己一個心願就是說 在我的這幾年當中 我開始學拍DV拍一些影像 因為我希望說有一天 假設我可以看得見的時候 我希望可以看到我所有的好朋友 還有我身邊的每一個人 因為我覺得能看見是非常幸福的 所以呢我要拍我自己 從就是一些生活的過程 然後跟很多朋友的相處 我希望在我的這個演唱會的這個當中呢 可以用這樣的畫面 然後最真實的 然後播給大家看 然後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不僅是音樂 有一天呢 我會把更多的影像 藉住我自己的這樣的一個手 然後把你們的聲音 把你們的影像留下來 在我的演唱會當中出現 或者說在任何的時候 有一天呢 我真的希望說 我在看得見的時候呢 因為就可以看到每一個 每一個人非常非常美麗的 或非常英俊的臉龐 或是說我記住這個人 然後我永遠 永遠他在我的心裡 太棒了謝謝 那蕭老師你要表演喔 我們讓你先給Ready一下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再次恭喜蕭黃琴 謝謝大家 8月要來簽我的演唱會 謝謝 Thank you 謝謝 那我們來聽一聽現在現場的聲音 謝謝大家